Hello Hello 大家好呀 这里是小瑶和小海呀 我是小瑶 这个球我搭档抢得特别快 直接就推到后床底线 是变拍差不多像是一个假动作 后面有一个球 对方的男选手也是这样子打的 可以说是回了一个吧 这个球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杀完球就是往前走 这是一个连贯的动作 特别是打混双的时候 女生在后面一定要打完球 就注意往前跟 但是我在往前封网的 这个动作太大了 然后没有压下去 所以它是准备反抽回来 不过是下网了而已 很多业余球友问过我 这种在比赛中 被对手拖后场的情况怎么办 只能是稍微站退一点 然后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而且这种球最好是不要想着去进攻了 因为会增加自己的失误率 要求太高就会容易失误 这个就是我前面说的对手还了一个的那个球 都是快速的一个变拍 这一个球大家是可以去学一下子 因为比较简单 但是对发力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不然球速就会比较慢 会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能不能连弥的 对手还没想着 不然就会比较高 对手还没想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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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在我往后退的时候 我已经是准备着他正手的杀球 我要抽球了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吧 然后我搭档这个球 其实如果他能在中间稍微变一个斜线 或者是抽一个斜线的话 效果就会很不一样 但可能是当时情况比较急 然后手上没有变得过来 他全部都是直线 就被对手抓得很死 在比赛中 如果想在对方压得比较凶的情况下去变线 其实还是挺难的 从这个球其实可以看出来 我往前封网的动作真的有点大 然后收回来也比较慢 这是双打最忌讳的 因为动作大就代表你速度就会慢 这样就会非常影响往前封网的速度和出球对对手的威胁性 这两个斜线打得还是挺好的 我搭档抽了一个 我往前勾了一个 这个球是我往后退的 然后有时候业余球有这种球也要注意一下 男生的球一定要起高一点 不然女生会没有时间退 OK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啰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或者想看的都可以评论私信我们啰